歌后李文上个月离世 而他生前反映中国的音乐选秀节目 中国好声音赛制不忠 争论的过程因档跟影片流了出来 引发大家的关切 后续更有不少人陆续踢爆节目的黑幕 而今天中国好声音的直播公司 浙江卫视也发出声明 表示节目将要停播 你们最低分的73 那个人可以再比一次 我的88.3的不可以 上个月离世的天后李文 曾担任中国音乐选秀节目 2022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他曾经质疑节目赛制不忠 拍桌大吼的画面曝光后 还被爆出疑似遭到制作单位不公平对待 不少网友愤怒留言灌爆节目 制播公司浙江卫视微博 眼看事件延烧 25号浙江卫视突然在微博宣布 鉴于对观众和网友反映的 中国好声音节目的问题正在调查中 因此该节目暂停播出 贴文一出立刻登上微博热搜榜 四小时内超过62万人关注 有眼间网友发现 第一时间加油打气的留言 IP位置来自浙江 而且能秒回一大串文字 更有网友留言质疑说 评论区前几条是买的吧 好好查别让好声音变成坏声音 也有不少人直呼 不要装模作样 应该要永久停播 而中国百事可乐 官方账号更一度发文说 那些缴了钱的选手钱会给退吗 也被网友调侃说是不是忘记切换账号 而多次替李文发声的艺人珍妮 也激动发文说自己大哭 更暗指有梦到李文 其实中国好声音节目争议不断 有前学员拍影片揭露在这节目的生存法则 就是要签约 曾经担任导师的陈奕迅 也透露曾被导演要求按一下 让学员过关 但他并未照做 如今节目确定停播 后续调查能否让真相大白 持续引发关注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